好 继续1600新经济的时间来关心 鸿海及大力光纷纷公布了1月份的营收 不过表现似乎呈现两样情交给主播舒海 好 谢谢林谦带大家来看到 首先我们看到是鸿海 鸿海的话在这个1月份 其实就开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单 来看到是年月双增 而且年增幅是达到两位数以上 1月的合并营收来到了6604亿 其实这个情况是优于预期的 因为大家预估应该会是淡季的情形 不过表现相当不俗 尤其1月份迎来这么长的年价 等于开工数是比较少的 所以也创下了历年最旺元月份的一个好成绩 主要受惠于的是大陆的郑州厂 逐渐恢复营运 出货也提升了 不过去年其实是有一些警讯的 因为去年第四季的郑州厂疫情 已经影响到他们的出货 还有就是苹果那时候还传出 可能会引进大陆厂商力讯 来当做一个备案 不过现在业界也研判 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呢 郑州厂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会带动营收往上来冲 那么鸿海位居高阶 iPhone组装一哥的地位 应该是会稳坐这个宝座的 所以当初的红色供应链的威胁 应该是趋缓了 不过相较于鸿海确实大立光呢 真的是两样情的一个表现 我们来看到年月都是双减的一个情形 在合并营收失守了40亿大关 来到了32.6亿元 这下探的是近8个月的一个低点 主要是因为需求疲弱 2月的拉货恐怕会持续走降的一个情形 加上新台币又升值了 本季的毛利率获利的压力就会增大起来 首季的合并营收恐怕下探的是 2018年第一季 大约5年以来的一个单季低点 所以在红海跟大立光的部分 圆月表现呈现了两样情 另外约了 今年有两大事件 银行信用卡排名将大洗牌 再请舒函 带我们来了解 确实是如此 最近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北富营挤掉了国泰市华之后 抢下了美市卖场的联名卡宝座 再来就是新涨银行 要来换发原本的花旗的信用卡 卡友的一个信用卡 而且预计一年之内 就要完成整体的一个换发 再来我们看到 这两件事情发生之后 就挑战了肖金收入的一个大洗牌 分别挑战的是第三名的大位 还有第六名的一个发卡行的大位 而目前我们来看到 前五大的发卡银行 第一名就是国泰市华了 那国泰市华呢 其实在202年刷出了 3.49兆的一个好成绩 不过现在虽然痛失了 这个美市卖场的宝座 不过他们还是老神在在 持续力推他们的Cube卡 再来就是中国信托的部分 是第二名的宝座 那再来就是玉山银行 现在传出会跟新宇航空 来做一个联名卡的一个发行 不过现在这个只是传闻 还没有获得最后证实 而台新的部分呢 锁定旅游市场航空公司 还有订房网的优惠 那北复营的部分 当然呢就是刚刚提到的 这个200万张的一个 大型的一个发卡量 有可能就是挤掉玉山银 来登上第三名的宝座 那我们就来看到去年11月份 其六大类的消费产业呢 台湾人呢还是比较 中情于百货业的 所以每个月呢 其实有三成的一个占比 都在这个百货的消费 而食品餐饮的部分 大概占了两成左右 这也成为了信用卡的 兵家必争之地 而政府祭出史上最严的 土融管制之后 是不是已经有灾情传出了呢 再交给舒海 真的有很多小建商 现在有一点撑不住 我们来看到为什么撑不住呢 因为这个土融限带令呢 真的有点太严格了 融资最多是五成 一成的工程款 等于说建商你手上 要有六成的自有现金 而且18个月内就要来动工 如果超过的话 那么银行会缩减你的贷款乘数 甚至还会提高你的一个利率的部分 所以现在建商都开始调节 所谓土地开发案了 房市呢是一个盘售潮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看到资本额 以以下的这个小建商 表示现在土地没有人要了 这个案子又盘不掉 只剩下民间公司 还有有人借贷的一个途径 现在筹资上头 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而且呢 其实现在专家也说了 那等于说我要有六成的 这个自备款嘛 那除了六成自备款之外呢 我如果跟银行借贷的话 还要有六成的贷款的回存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等于我百分之百都要是自由款 所以专家就说 如果这个情况不得到换节的话 下半年可能会有烂尾楼潮的出现 所以金管会现在呢 也在做一个通盘的检讨了 那么除了财经重点之外 也要推荐您可以扫描 我旁边的QR Code 来加入的是 TVBS娱乐头条的赖好友 让您能够掌握娱乐资讯不漏接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新经济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